现在这一名台大女医师曾玉慈呢 目前的状态是脑死 也因此呢 还在台大医院的家户病房 和死神罚合 而今天下午 她的台大的老师 创伤医学部主任柯文哲 是特别出面 说明这曾玉慈现在的状况 最新情形 变现一话 好 主播酒驾害惨了一名台大的年轻女医师 台大女医师曾玉慈 日前在经过斑马线的时候 被酒肠的男子撞成这个脑死 而她的医师就是 她的老师其实就是台大的名医 柯文哲 那柯文哲呢 今天呢 中午的时候也回到医院 去探视这个曾玉慈 但曾玉慈的状况 目前还是不太乐观呢 我们先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 没有啦 我刚才是太无辜了 他是在斑马线上被撞死 这是他的错吗 对啦 但是那个人你骂他又有什么用呢 对啊 就是不要再发生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那个酒驾家中刑法没有用 那个不是让事情 发生在楚娃的嘛 一开始就要比美嘛 好的我们可以知道 因为在昨天的时候 立法院也三独通过要加强这个 就是呃 酒驾的刑则 提高他的刑则的则刑度 那目前呢 柯文哲也表示 因为他认为说 其实这个酒驾 已经是很长年以来的事情了 那现在才提高这个刑则 实在是有一点晚了呢 那他也认为呢 现在目前的家属 其实是十分不舍这个 曾玉慈 到底要不要这个拔罐 那还陷入挣扎 那他们也都守在曾玉慈的身边 祈祷这个奇迹会出现 以上就现场为你掌握的最新情况 把时间交换给彭丽主播 好的 谢谢一华 来看到老师 柯文哲今天下午出面 说明了曾玉慈 目前的最新商市